大家好 我是添神 整个台湾暂时在YouTube界最触目的事就是尼克星 究竟是否真的可以跟李玉星打一场呢? 今集就会想跟大家做一个懒人包 假若他们7月30日打得成 我相信很多香港朋友就需要 因为这件事是非常之乱 集合了整个台湾YouTube界的猛人于一身 整个时间才很乱 里面又包括了管长、胎士、叉鸡、尼克星、李玉星 很多不同的人 还有拳击小判 所以我相信也要和大家整理一下 等你去看那场赛事的时候就更加精彩 中间也有很多好笑的花生 整件事 娱乐性就十足 今集就会和大家极速整理一下 简单说一下整件事是怎样的 而最后我也想分享一下 我自己觉得究竟尼克星的实力是去到哪里 在开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订阅和赞好这个频道 我以后也会为大家带来不同的城中热话和花生新闻 也欢迎大家加入会员 支持我的频道继续营运 首先和大家讲一下最近 为什么亚洲YouTube界 是这么喜欢去赞抽的呢 其实就是自从中培生打完林作 之后大家就看到一个Business Model 当你两个很有争议性的YouTuber 去赞抽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人去关注很多人看 你搞赛事的时候会有sponsor 会有广告收入 会有入场票等等 很多不同的赚钱机会 在林作和中培生打完之后 中培生都说 他打完那场赛事 他搞完 他是赚了百位数字的 我都不会怀疑这个数字 因为的确是全城关注 每一个媒体都是盲到实 不断地去报道 所以拳击 在YouTube界有得打 大家如果你想做YouTuber 要小心 尤其是你做评论 你要看清楚你评论的人 你抽不抽得赢 否则别人到时候约你挑机 那就麻烦了 所以都要先练拳 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看别人打拳 因为大家都知道 人是最喜欢吃花生 看别人的 例如林作和仇恨值 是拉满的 大家当然是想看他被打 当有一个YouTuber 约他抽的时候 大家就会很关注 我再简单一点 例如流马车和Roc哥之前 不是搞饿了 Roc哥打算辅导流马车 怎知道被人玩回头 如果他们有搞拳赛 那其实很多人会想看 一方面很多人想看 留马车被打 因为他之前做过很多坏事 另一方面 大家又想看Roc哥打人 所以这些事很有娱乐性 回到尼克星和李玉星的赛事 他们经历了很多离离合合 又说打又说不打 来回了很多次 全因尼克星 纯粹打算趁热度 但是趁热度 没想过别人这么生气 真的想打他 他又不可以缩 因为他是教别人拳击 所以他就说我打 但要符合什么条件 当人家制定了 就用你这条件 然后他又闪避 真的是太多人想看我被揍 那也不要怪我开这个架 因为我在之前的影片也有说 要我打 钱要有诚意 所以别人就笑他 他闪避的技巧是超高 我都觉得很厉害 你很难上到这样的层面 就是上到个个都说 大家有说了条件 而且又是你约束的时候 你很难找到那么多藉口 去闪避 他真的特别劲 究竟为什么尼克星 那么多人会想打他呢 首先事源由他抄袭 别人的YouTube影片开始 尼克星是教拳击 在这个YouTube界 他的影片当时被拳击小潘 就说是抄袭 一个外国的拳击YouTuber 抄袭当然不是抄别人教什么 他就是抄别人整条影片的内容 里面的flow 甚至那些对白都抄到九成次 别人说我100%KO 他又是说同一句话 当然这些抄袭法 别人接受不了 你说大家都教同一样东西 你的说法不同 大家都OK 但你抄到十足 你想也不想 那当然不行 最终尼克星也是道歉的 道完歉之后 大家都以为这件事是过一段落 但撞正了这个权上事件 权上就是说中培申打Toyce 相信应该很多人都有看的了 中培申打Toyce的时候 尼克星作为这个拳击界的YouTuber 尤其是他那么喜欢胡说话 他就在这里评论 他就觉得Toyce应该会输给中培申 为什么呢 就因为没有找他做教练 他觉得Toyce的教练是废的 他就说如果Toyce是找他来做教练 应该可以捱到原场 甚至打赢中培申 这件事令Toyce很生气 Toyce就说要为拳击界出分力 他就想约战尼克星 顺便有帮他的教练 约战尼克星 做就了这个拳赛的种子 尼克星事后就回应 因为其实他没有拳筹 Toyce就说 如果你愿意跟教练比拳筹的一半 他跟中培申打的拳筹一半 比尼克星 但是尼克星什么都没有 他当然不想打 但是之后 尼克星就越来越串 经过这次和Toyce对练的一回 Toyce的师傅能把Toyce教成这样 这程度依我看 也不怎么样 可能格斗很厉害很强 但是如果要比这个 跟这个 有时候做人要谦虚一点 之后他们分别在IGLive 谈拳拳赛的规则等等 Live的时候很搞笑 尼克星不断拖头 他很紧张 我来趁热度 我没想过真的要给一些拳手打 李玉星在台湾拳击界 是出名的 他是打MMA 他不是打Bossing MMA和拳击Bossing有什么分别呢 Bossing就是带拳套 不可以起脚 MMA就是你可以用自由的规则 你可以用摔膠 你可以用拳 你可以用脚 你可以用脚 打起来狠很多 容易死很多 很多MMA的人都被打得爆了头骨 踢到脚断了 也有 Bossing相对上安全一点 之后三个人就谈了 出了7月30日才打 中间 尼克星有很多闪避 用了很多闪避技巧去尝试推 但最后都是谈到7月30日打 之后中间 叉鸡就冲了出来 将尼克星抄影片 去到要跟李育星打的事件 整件事整合了出来 整合了出来之后 竟然尼克星看完之后 便聊叉鸡挑机 好啦那我现在用你的逻辑来对付你 我在这边正式约站你叉鸡 你敢露出你真实的长相跟我打吗 你敢吗 不打俗辣喔 不过我想你应该也没差 比你在网路上评论 你都没种露脸了 你想跳进来评论躺这个浑水 那就不要只出一张嘴 你露出真实的身份 和我打一场 接着我打李育成 再打拳击小盘 那这样好不好 我不闪你也不要闪喔 官长想打我 连官长我都打 真的是太多人想看我被揍 那也不要怪我开这个架 因为我在之前的影片也有说了 要我打 钱要有诚意 那我还有一个条件 就是你要露脸 你要尊重拳击这项运动 没有人在蒙面打拳击的 请你认真看待这件事情 那不要怪我开条件 毕竟你自己跟我打就算 你还要另外带人来跟我打 那我跟你的事情归我跟你 我跟小潘的事情归我跟他 那如果你执意要带他的话 那势必要尊重我开的条件吧 那插击大音乐站 很多人都说 插击真男人很man 但是我是抱持着不一样的看法 我觉得插击很聪明 你没有拳击的基础 又没有在运动 这样我认真打你 大家会笑话我 说我欺负人 但如果你是真的认真的 准备这场对决 我会觉得你更像是个真男人 那如果我开的条件 你不接受 谈不拢 那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认真学习拳击半年 半年之后我们来场对决 我也表示诚意 我亲自飞去香港跟你打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子 没有经验的上来 这样我打你也不是 他就觉得 我现在打叉鸡 打赢你 人家就说我胜之不武 欺身手 如果我打不赢你 那当然是叉鸡 你拿了好处 那他就跟叉鸡说 不如给时间你练 给几个月你练 你练完再跟我打吧 叉鸡那当然不肯 人家哪有那么有空 浪费几个月跟你练 人家又没有钱收的跟你练 所以叉鸡就断定了 就真的不会出战了 7月30日之前 大概是28日左右 他们就一起开了一个直播 就是现场出席的 那里面有了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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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29日 的夜晚 尼克星就说 打就打了 那大家终于 是否可以 confirm 7月30日 真的打蛇呢 那我自己觉得应该得 因为其实尼克星他不打 即是他现在已经炒到你这个位置 你先来说不打 就没人理你了 即是你现在可以靠着别人厉害你 拿那些黑粉的流量 但现在你再不打 那些流量就会走 因为没有人 你都不是来打的 他打了对他有好处 因为第一 他打 他上台打人家觉得 喂 起码你有口气 你够胜上台打 你是man 第二 你打赢了你拿了财 你洗白之前抄的那些 一把欲笑 你可以继续出来拍自己教的影片 所以他打是有好处的 去到最后 其实叉鸡 拳击小判那些都是 好声好气 你打吧 即是如果你对他大恶 他真的不敢打 你要好声好气 请尼克星 你打吧 没问题 对你有好处 教精你 最后就被人哄到 OK了 真的打了 那我自己怎么看 他打不打赢呢 我觉得尼克星 他不是差的 大家就不要觉得 他虽然在各种闪秘 好像小丑那样 但其实他是不差的 之前和Toyce对练 他是屈屈 Toyce基 我自己觉得 如果他和钟培申打 尼克星也是有机会赢的 但你和李玉星打 李玉星始终 他之前赢了7场 在台湾一个最厉害的联赛 打赢的 我自己觉得 打MMA和打Bossing 又很不同 但始终我觉得李玉星有一定的实力 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 但是尼克星 我对他不熟 你会不会有些惊喜 或者比他平时学习的东西打到呢 不知道 那这个就要看 但是我觉得 可能六四比这样打 如果他尼克星和拳击小潘打 就没得打 拳击小潘一定会赢的 拳击小潘大概 现在为了 有没有机会和尼克星打 他由80k 减到现在70k 其实是可以打的 只不过尼克星他真的不敢打 他很害怕 面对着拳击小潘 李玉星他现在大约60头 他那个体重 尼克星其实是有一个优势 在上面的 在这个体重上面 所以他肯定打李玉星 他不肯定打拳击小潘 其他人 那我们看一下 7月30日 究竟是否打成 打成 打成呢 这个花生就正了 打完这一场之后 可能之后 都会陆陆续续有更多的人 出来打 最后我想说 这个拳赛就不止一场 里面还塞住了其他人打 这张图 笑到我仆街 躺平大师 和戀爱家教Edward 究竟他们两个是什么水 我完全不知道 其中一个是被石澜 在影片中说 他PUA的女生 骚扰奇阿妹 其中一个是他 另外一个我真的不知道 好像是他老师之类 他们两个打 但真是笑死我 他们只有二千多六千订阅 他们都可以 放上去 这么多声音 在一场拳赛中 所以我想说 你拍到YouTube就小心 真的要练定